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印发剧院等演出场所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等通知 剧院等演出场所观众人数 原则上不得超过剧院座位数的75% 9月19日 上期上海文化广场迎来重建开业九周年生日 在这一特殊的年份 一句好久不见 或许最能代表剧院人渴望彼此相见的心声 据了解 2019年文化广场观众人数达42万余人 音乐剧专业剧场 与户上标志性公共文化艺术中心的形象 深入人心 当天文化广场发布的 青年受众消费调研分析报告显示 即使经历年初疫情突袭 青年社群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 也并未削减 在疫情的冲击下 线下文化消费活动一度停摆 但青年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和热忱 并没有减少 数据显示 77.5%的受访者认为 文化需求以及和物质需求等同重要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 每月至少参加三次文化活动 更有16.83%的受访者 每月参加超过五次以上的文化活动 当天文化广场还以九场活动 艺术装置与一台好戏 为观众带去层次丰富 多维多元的文化体验 首部原创音乐剧《蛋壳里的心跳》 也惊艳亮相 此外文化广场也有了一处特别的变化 观众席中的封条被拆除了 恢复了久违的面貌 座位的起风并不代表对疫情防控的放松 成熟地面对后疫情时代 用心中自觉的社交距离 逐渐代替物理上的隔离状态 才能让飞肠回归平常 我们应对的方式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用了分条 所以我们在这两天已经把分条全部挤开了 那其实是四个座位 可以给一个座位的这样一个 一个适配的方式 然后其次呢 我们装了那个自动的温控检测仪 和人脸的识别的这个仪器 以及就是扫码 就是绿码和身份证对比入场的这个仪器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 我们自己的医护的安排 然后应急的这个疾控的这个安排 已经到位了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杰透露 2019年文化广场的平均上座率为73% 如今上座率开放至75% 对剧院等演出场所无疑是一个福音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居然已经可以开启到75%的这个剧院的上座率 因为75%对于我们上期上海文化广场来说呢 因为我们去年的上座率是73% 那其实75%来说我想应该完全能够满足艺术团队 剧院以及我们经济公司的这个需求了 那么对观众来说更是一个福音 我们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文化的魅力 能够走进剧场来享受舞台上的这个艺术所带来 或者所传递的这个我们需要的文化生活方式 张杰表示 未来三年文化广场将继续做好音乐剧这一专业平台的建设 成为音乐剧产业发展风向标 丰富感官体验的文化生态地标 引领大众审美与崇尚人文追求的精神家园 助推城市空间拥抱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崇尚